大家好 欢迎来到资金流事务所 又有卡萨范卫生日 今天是6月6日星期二 现在是9点52分 说过今早的走势 未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突破 早段时间来说 平开口曾经上升 但升不到超过100点 指数仍然在10天 移动平均线附近继续陪 整体走势 相信仍要有一段时间 才可以真真正正出现 确认见底 并且作出一些突破 在未出现突破前 整体走势 相信仍是比较交着为主 至于昨晚美股的走势 有个偏弱回调的情况 在昨天出的一众经济数据里面 美国昨天ISM 即是一些PMI数据 包括ISM的制造业PMI 又或者ISM服务业的PMI 出来的数据都比市场预期差 但是都可以去看回市场的看法 觉得美国那方面 未来六月份 是可以暂停加息的 亦因此因素 昨天的金价 都出现了明显的反弹 抽上来 令市场对于六月份 议息会议结束之后 相信可以维持到 息率在五厘到五厘二五的水平 亦因此因素 昨天的两年期 甚至是十年期的债息 一直都稍微回落 但是始终来说 回落幅度也不是太大 而且也继续看到 这两个年期的息差 也有0.6厘 即是说 现在来说 两年期的息差 债息 仍然是高 十年期的债息 是有0.6厘的 在这样的情况的话 其实都仍是 预视着 未来的经济 美国那边 会继续有一个衰退的风险 当然 现在来说 是不是真的 会出现一个所谓衰退呢 都仍是要看回 未来的一种经济数据 比如好像上星期 出的飞龙新增职位 就好过市场预期 令到衰退风险 稍微回落 但是呢 昨天出的 ISM一众的PMI数据 正正也是反映着 经济的增长动力 也可能会逐步逐步回落 在这个预期回落底下 对于整个通胀的 额值益 是有个利好的帮助 其实都是利好的经济 但是呢 唯独是一样东西 就是我相信 现在的市场都比较 是担心的 就是呢 未来美国是通过了 将债务上限的法案 就叫做签署了 令到未来两年 都不需要再探讨 如何去限制 债务上限 在这样的情况 很大机会 美国财政部 会在短期内大量发债 可能都会令到市场的资金 稍微收紧 这个当然对于美股来说是不利 亦都是对于环球股市 那方面 带来一定的风险 看回昨天 按着美国联邦基金利率期货 作为参考 就去看回 6月份的加息机会 看回就是说 加到5.25到5.5.5的机会 只有22% 另外呢 看回就是 维持在5.25到5.25的水平 那机会有成是77% 那其实都是显示着一样东西 市场呢 都相信 6月份是 维持息率一变的机会 是非常之大 那至于呢 去到7月份 其实 加息机会 都仍然是比较多 那因为呢 我们看回来说 去到7月份 将息率是调升到5.25到5.5.5 有甚至是5.5到5.75 那分别是达到1.1% 和是11.9% 那就是说呢 现在这个时间来说 市场呢 那相信呢 整体在7月份 加息机会 是达到 是63% 那至于维持在5.25到5.25 那个机会率是37% 那在这样的预期之下呢 那大家就不要因为 是6月份呢 是有个机会呢 是见到的息率是暂停加上去呢 那就是 而对于 美国的息率来说 是有见顶的盼望的 那看回呢 那在美汇上呢 那昨天的整体走势呢 都还是继续维持上一个相对比较强的走势 譬如好像昨天来说 曾经一度是跌回到104以下 但最终来说 都弹回到104.02这些水平 那都是一个叫做看法呢 所以 即是6月份是没有一个条件去加息 那但是呢 7月份 又甚至是说 之后的时间来说 会不会是继续加息呢 那这个市场的看法就是觉得会的 所以亦都因此因素呢 令到整个的美汇跌不下去 那因此因素呢 其实呢 即是现在来说呢 美国那个的加息仍然 都仍是有机会发生的话 那金价在短期里面抽上来 那都纯粹是一个叫做短炒 即不是说叫做 见到金价可以持续上升 那便要小心了 那至于道指来说呢 昨天呢 就跟随其他的几个指数在一起跌 那无论是说道指也好 标准白指数也好 又甚至是纳指也好 那昨天都是下跌 那跌幅最多的 仍然都是道指 那主要都是一些金融类股份 做得不太好 那令到呢 就是道指在这个走势上呢 就出现了 就由保利加通道的顶部回落 那虽然呢 昨天来说回落幅度不算大 那但是呢 正正也是 保利加通道的顶部 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阻力位 那就是回调 那这个我们当作是一个 回调幅度先 那当然 你说会不会再进一步 向上上升呢 那便要看回 短期RSI 是否肯不肯站得到50这个水平楼上 那这个水位来说呢 如果是能够成功站稳的话呢 那不排除其实还可以反弹 因为始终现在来说呢 美股里面呢 就是叫做科技类股份 短期那个的整体盈利能力 是仍然强的 不过唯一一样东西就是说 整个走势就升得太过急底下呢 现在来说呢 都处于一个相对高的水平呢 那纳指会不会成为下一轮呢 就是给一些看探的投资者 开刀的一些股份呢 那其实都还是未知的 不过可以去看回 就是说短期里面 道指在短线的回调呢 都是看着 是20天线 或者是玻璃卡通道中组 所以呢 都不用太过担心的 那至于呢 看回呢 就是人民币那个的整体会价 那我们都留意到 就是之前来说 向上呢 就是叫做升穿7.1这个水平 这个水平呢 那也都是人民币走势 是转回弱底下呢 那其实走势未有 就是一个叫逆转 那虽然市场都是预计回 譬如今个星期出的PMI数据呢 有甚至CPI数据呢 PPI数据呢 应该是会好转回呢 但是呢 都未能够是将那个 人民币的汇价来说呢 扭转回来的 那现在看回呢 那就可以预计回呢 譬如说是 7.0859这些水平 来说呢 它去不回的话呢 那可能呢 就是继续继续这样 就是向上走呢 那就甚至是说 最终来说是去到 7.25这些水位 那当然了 就是不是一日的事 那也都要留意回呢 就是说人民币 在短期里面 就是偏弱 那其实对于整体的内地的出口是好的 那会不会就是说 靠着呢 就是去据回整体的出口呢 那直至呢就是说 帮补下那个的经济增长 不用受到是固头的下跌 那就是说整体内地的消费的增长不足 那个大利的压力的 那这个呢就值得去商榷的 那所以呢 也看回人民币的整体走势呢 应该在短期里面都难以是转弱的 那至于昨天来说呢 就在收市的时间呢 那经价仍然都见到资金入利 那行价有18亿 那国子来说是11亿 那科子也有6亿 那但是如果看回追货比率呢 那全部都是未合格的 因为都看回 行价都只有58.9% 那另外呢 国子是51% 那另外科子是42.6% 那我们一般的情况下呢 如果看回 追货比率去不到七成流上呢 那的看法呢 就是说整体资金入利的力度 不是真的大得很重要 那还有都看到呢 其实昨天来说 那个成交额都稍稍回落了 最终来说是999.9亿 那就比起上个星期来说呢 就是超过1000亿的成交呢 轻轻轻回了 那其实这个市升到上去高位里面 那里面的成交额呢 就算有钱进来呢 如果那个资金不是真的打得很重要呢 那都是对后市来说呢 是有一些叫做官网的态度的 那当然你说那个的叫做金额 都接近1000亿呢 不是很差 那我都真的同意的 那但是呢 你要那个市值继续升上去 继续有动力的话呢 整体那个的 就是叫做投资者 在见到市值升上去 不可以放慢手脚的 因为它如果是说 如果市值升到你这些位置来说 是没有办法 维持一个比较强的成交额 又甚至说 维持一个比较强的资金流入的话 那往往就会是 开始见到 那些投资者就 就是离场 又甚至是说 沽货获利 那当然 就是令到 那上升的走势呢 也都是有机会是 就是团栏 所以呢 现在来说 就是说最重要是看着 这些的 就是叫做成交额 和资金进来的速度 有没有进了步 就是叫做 加快又好 又甚至维持回 就是之前这样的强势 那就是很重要的 对口市 那昨天来说 都见到 就是资金流入流出的股份 就爸爸有钱入 友邦有钱入 美团都有钱入 建行和汇控 那建行汇控来说 就因为上个星期五 有个叫做收市后 就指数的成份股有增加 那令到他们的比重 就是下跌 所以上个星期是沽了下去 那现在来说 就叫做买回来 那这两只股份 虽然都有成亿的资金进来 那但是呢 那整体的预示作用 就不算太大 那反过来 就要看 美团 爸爸 这些科技类股份 有没有能力 在短期里面 再有 比较多的资金 是入回去的 因为如果你譬如 看昨天来说 腾讯的钱 流走的四亿 那基本上 抵消了爸爸和美团的资金 入来 所以可以去看这几只 这几只 ATMX 它们的整体资金 入来的方向一致的话 市的走势才可以比较偏强 那也都要看回 近日来说 我们也留意 指数的油高 是回调 低位是1044的水平之后 那油低位 开始逐步逐步地弹上来 那我们留意到 就是说 全日的竞价时段 资金入来 加快了一点点 亦都见到 在那个 叫做 开市的时间 绿色那条线 就见到 那个斜度 亦都稍稍增加了 那是显示到一样 就是说 大家短炒的意欲 是强了的 因为开市的时候 往往就是反映 投资者觉得 在短期里面 有没有机会 有没有数 有机会有数的话 就会是入市 那所以 亦都见到 在这几天 尤其是 6月的 头两个交易日来说 都在开市的时间 其实都继续见到 有钱进来 都是有助 个市短期是 就是耗烦的 但是 今天来说 就告诉大家 就是说 那钱进来是慢了的 真的要小心 可能 未必会立刻点 但是我会觉得 就是说 在短期里面 维持上落的局面 在十天线的水平 的水平 的机会会比较大些 至于 在走势上 暂时去看 昨天 整个走势 是未有跌穿十天线 就算 早点的时间 是回落 但是 都站到十天线流上 第二天 都显示到 投资者 对后市的情绪 不是看得太淡 整体上 反弹力 可不可以增加 我们会看 第二个 比较关键位 二十天线 当然 另一个 就是看 之前 整个升浪 14,597 上到22,700 带来的 38.5% 的回调 这个水平 在159,600 这个位置 我相信 逐步逐步 要试上去 是需要时间 因为 都看到 这阵反弹的动力 主要都是来自于 之前一些所谓的 所谓的 其实都是一些 叫做 沽空了 要在市场上 买回 所以一下子 就抽回指数上去 但是 完成了这些 所谓的 保淡仓之后 其他的钱 进不进来 这个来说 真是一个重要的关键 整个市 上到现在的水位 其实估值不算贵 只是个问题 很多的投资者 真是在这些时间来说 都是炒短线为主 好少是会愿意 坐定等指数升 所以这些短炒的资金来说 继续在市场上高进来 是一个重要的关键 所以我看回 现在来说 一步一步 始终来说 10天前是站稳了 向着20天前进发 20天前升了 看着19600这个水平 所以暂时可以先观望 我只会觉得 短期的市场 在之前的底部 弹回上来 我当它是一个反弹 不是一个新建议底 始终来说 是比较安全 看回今早前 刚才说过 指数的走势 在高位 这些钱又不是太过愿意进来 譬如今早早 恒指只有8400万 资金进来 各自来说是5600万 另外科指是2950万 追货比率全部都很低 即是10%左右 而且也看回今早早来说 只有10亿的钱 在开始时间的进行成交 其实也是显示着 这些水平 大家来说就是步步为演 不是很敢 是太大力去做事 所以都是一个 令到短期的市场 就比较反复 或者波动性会大一点 是一个主要原因 而今早早来说 市场追货的情况 二欧值真的不是很大 譬如今早来说 巴巴、友邦、比亚迪、京东、美团 都是有钱入 但是都是说不够一亿 另外也看回腾讯、李宁、领展、港交所 再加上新澳能源 也都有资金走 多一点就是腾讯 9800万 又是不够一亿 所以如果要看回今早早来说 只要看南筹股里面 头五大的资金流入流出 都不是说有一个比较一致的动向 唯一就是说 在流入那部分 就是巴巴、京东 再加上美团 都属于一个科技类股份 之前也说过 上星期有百多亿的钱 追入整个科技类股份 这类股份可能会有机会 跑先 出现一个明显的走势 至于现在来说 市场上升多了 升200点 亦都见到 去到现在了 刚好指数就升到 接近20天线 20天线就是19281 现在来说是19310 应该看一下这个位 可不可以最终来说 收复度 不如都行 好像我刚才所说 就是用之前去年的10月低位 154,597 上升到22,700 算是38.2% 原本的汇条 而现在来说 就是变成反弹阻力 这个水位来说 如果能够成功 就是升上去的话 就是将之前 从4月26日到5月19日期间 横行底部收复 市场就应该可以真正转强 因为我们也要看回 现在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我们这条20天线 在之前4月20日的时候 跌穿了之后 一直都未能够收复 现在来说 第一天上去那条20天线 希望去收市场 可以上到20天线楼上 会对喉市的走势 是有个比较正面的讯息 也看回小时图 我们也留意到 这一阵上回来 在低位里面反弹 我们也先看看 原本的38.2% 就是叫做升回 这个位来说 大概18,900 去到下一个阻力 就是159,500左右 现在来说都很近 就是200点左右 如果看回我们有少少 比较偏向好的 就是RSI 去到70 而小时图里面 的RSI 去到70 继续有破坏的机会 而且也看到 在这个小时图里面 MA20是绿色的条线 已经升穿 在MA50 也是一个短期里面 叫做编好的讯号 这个星期来说 这个星期来说 除了ISM数据 PMI数据 内地来说 也会出CPI和PPI 市场预期是更好 应该来说 CPI和PPI更好 都是一个正面的讯号 显示着内地的经济 没有进一步转弱 大家去到星期五的时候 留意一下 至于今天来说 市场焦点 应该都会看回 美股那边 出了PMI 数据不好 美汇转弱 应该有助股市反弹 第二 都会留意 美股 虽然走势昨天是回调 但走势回调的主因 相信都是因为上星期五 升得太多 大家来说 对于6月份 仍然有个暂停加息的机会 对于后市来说 应该都还是有个正面的看法 我们相信 导致升到BB的顶部之后 RSI也升不穿70 所以全日才会回调 暂时抵消部分 上星期的胜幅 港股在昨天延续上星期的升势 但成交相对比较低 亦都继续有钱进来 是一个比较正面的利好预兆 亦都见到 第二天站了十天线 加上今天第三天 而二十天线 暂时就叫做成功 即是升穿了少少 就要看着二十天线 最终来说 可不可以在收市的时间 是站得稳 和未来的几天 有进一步向上的空间突破 至于今早早来说 成交低 资金流的追货比率 也属于低期 所以都看了 即是说市在今天 即是早段时间来说 维持回復局面 十天线流上 我都相信 就算市现在升了二百多点 就算跌回头 都会站在十天线 十天线在短期内 是一个重要的支持位 我相信跌穿的机会率 暂时就不算高 可以逐步逐步 往上看之前说过 19600这个水平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 如果大家有问题 欢迎在讨论区讨论 多谢各位的收看 明天会继续为大家提供 港股的技术分析 以及整体资金流的分析 明天再见 拜拜 五大千 三十八